2023北极羽毛球公开赛 今年上演决赛争夺 世界排名第14的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佳 对阵世界排名第19的我国男单选手黄志勇上演内战 经过40分钟的比拼 最终李子佳以两局直落战胜了黄志勇 打破了长达一年多的冠军框 拿下本赛季首作冠军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兄弟戏强战中 李子佳凭借他最拿手的强劲杀球招式 平民得分 李子佳甚至在第一局就杀出了 每小时418公里速度的球速 最终以21比14拿下第一局 来到第二局 黄志勇失误连连招架不住李子佳的攻势 李子佳成功以21比15锁定胜局 拿下今年世界雨连世界巡回赛的第一个冠军 值得关注的是 这也是我国羽毛球队首次在超级300赛级别以上的赛事中 同时有两名男单晋级决赛争夺冠军 李子佳夺冠之后也获得了15万令吉的奖金 而亚军黄志勇则是获得75000令吉的奖金